我就说我不是跟踪狂吧 你还不相信 这下把那个女人抓到了 让她现了原刑 我也已经帮你警告过她了 你就放心吧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我叫李诗雅 那好 李诗雅 我知道你不是跟踪狂 之前说的那些话 确实有些过分 我向你道歉 没关系 反正我心胸宽广 那我们和解吧 握个手 不过坦白来说 在我心里 你和那个跟踪狂 貌似没有什么不同 喝得酩酊大醉 去敲别人的房门 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 还要摸人家 你告诉我 你从本质上来讲 和那个跟踪狂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 好了 既然 已经说清楚了 那么如果李诗雅小姐 觉得我是那种 能和你嘻嘻哈哈相处的邻居 我向你道歉 你真的想多了 我不喜欢 和你这种热衷于 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打交道 你站住 你说的没错 虽然我的行为 让你觉得很糟糕 但是我也不想那样 我也不想让你觉得 我是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非要跟你掺和在一起 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 就是像你现在这样 摸人家 你是不是得了 什么摸人的怪病 好了 既然已经说了 不想和我打交道 那么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我是有理由的 我 因为我 还喜欢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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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 我就喜欢你 因为你也知道 喜欢一个人 就是想要 碰碰他 哪怕是 无意中的接触 也会让人 心跳不止 你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等等 完蛋了 我不害怕 就这样去走 我这一生